快看这个男人有多变态 他不仅给女儿带上了铁盔 还要以上帝的名义娶她 如果不听话 就会被无情地鞭打 女孩名叫丽兹 在外人看来 她是个幸福的人 有着一个当牧师的父亲 和善良贤惠的母亲 但只有她知道 父亲是个可怕的人 这一天 她突然发现月事来了 她潜意识里 想隐藏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但是却被妈妈发现了 妈妈似乎很害怕 告诉她不要告诉父亲 随后帮丽智清理干净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父亲看在眼里 晚上丽兹赵常规在地上诚心祈祷 她的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 原因是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直到父亲离开 她才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可母亲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白天的隐瞒隐瞒了丈夫的暴露 丈夫将她带到小鱼 被去衣物拿皮鞭狠狠抽打 直到白皙的肌肤被鲜血染红 丈夫的狠毒让她不敢反抗 而这一切却都落在了丽兹眼中 她开始更加小心地生活了 生怕一个不小心的皮鞭就落在自己身上 可很明显她还是低估了 父亲的禽兽行为 因为父亲压根就不是要虐待她 反而让已经成人的女儿为自己洗澡 这一切都被丽兹的母亲看在眼里 她明白这种眼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自己已经无法摆脱丈夫的魔爪 更不希望女儿重蹈复制 于是她面对丈夫的霸举 第一次做出反抗 当天她就告诉丈夫 断了那禽兽的念头 不要一错再错毁掉女儿的人生 可事情却没有像想象之中的发展下去 由于丈夫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恼羞成怒 当即拿出那条皮鞭再次教训妻子 在她心里大男子主义是不容侵犯的 而她是丽兹的父亲 自然有权决定女儿的一切 包括她的人生和未来 父亲独当母亲的鹦鹉 就这样暴露在丽兹面前 似乎是妻子的话语彻底激怒了她 光是打骂已经不够 以维护被侵犯的尊严 随后她又准备好车子 将已经被打得奸奸一息的母亲带走 丽兹知道等待母亲的一定是更严厉的惩罚 可是她却无能为力 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未来的日子里保护好自己 丽兹的猜测没错 母亲被父亲带到镇上的铁匠铺 并且打造了一个痛苦面具 让她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说话 这个男人有多变态 妻子只是没有听话 就让她像狗一样戴上了铁头套 限制她说话 这就是违逆一个牧师男人的下场 丽兹想要为母亲求情 可还没等她说什么 父亲就主动举办了一个聚会 将母亲说得体无完肤 由于被戴上了面具 母亲根本无法言 眼神中透露的满是恨意和畏惧 而丽兹却因年龄太小 说书的话自然也没人相信 反而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灾难 本想着结束以后找父亲求情 可母亲却再也受不了她颠倒是非 更无法承受这种屈辱 带着绝望的眼神离去 背后是人们的指指点底 而下一秒 母亲就自己吊死在所有人面前 人们都不理解 可是只有丽兹知道母亲所受的屈辱 看着讲台上依然到貌岸然的父亲 她的心里感到一阵凄凉 对自己的未来也产生了绝望 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母亲也离开了 从此之后她只能依靠自己 一定要逃离父亲身边 接下来她一直为此寻找的机会 这天有两个陌生男人 受伤闯进了她家 热心的丽兹将他们救起来好生照顾 在她的照料下 两个男人的伤势也渐渐恢复 但丽兹却没有发现 其中一个男人 每次都怀着莫名的眼神看着她 仿佛就像是看自己的猎物一般 天真的丽兹对此一概不知 她按照往常一样前来送饭 恰巧另一个男人大力不在 只剩下她和丽兹独处 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她自然不会放弄 可是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大力就带着一根粗绳子 直接勒到她脖子上 直到她的呼吸停止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丽兹就在旁边看着 她的内心并没有感触 因为她明白大力是为自己好 而且想要摆脱这种生活 死亡是必须要面对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丽兹的心智也在不断成长 这天父亲将她带到教堂 冠冕堂皇地说着要娶她为妻 这让丽兹感到惶恐不安 只能下意识地选择逃跑 但很快就被抓了回来 并且戴上了和母亲之前一样的面具 精疲力尽的丽兹不知作何反抗 却也不想就这样屈服 就在这时大力闯了进来 原来她一早 就发现了牧师的龌龊思想 拿着枪威胁她将丽兹的面具打开 然而就在丽兹以为 自己要走向光明的时候 牧师却突然将虚弱的大力打倒在地 然后一枪结束了男人的生命 丽兹再次陷入无助之中 被父亲凶残地拖回了房间 随着白州的来临 丽兹拖着狼狈的身躯逃了出去 向前不停地奔跑 不知过了多久 她只知道离家已经很远很远了 随即便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小孩 她知道自己被救了起来 但却不知是落入了 另一个深渊之中 你绝对没有见过这么狠心的女人 她要求医生将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而且不打麻药 看着医生不敢下手 她直接自己来 丽兹之所以选择这么多 就是为了能彻底摆脱变态父亲 当时从家里逃出来后 她确实被人救了起来 但却是一个人贩子团伙 并且将她卖到了妓院 因为丽兹的长相还算出色 所以引来不少客人 最起码是摆脱了牧师 可自由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牧师就追了过来 而且点名要求丽兹来陪自己 看到熟悉的身影 恐惧就成了自然的反应 她只能自欺欺人地戴了个面具 想要蒙混过关 但父亲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并扯下那所谓的面具 将她带到房间里 只要和名义上的父亲单独相处 丽兹就会控制不住的 想起那个恐怖的夜晚 她拼命挣扎 大声辱骂父亲是个变态 可等到的却是更多的折磨和打骂 想到这里毕竟是个妓院 总会有一个心善的人 那就有一线生机 于是丽兹大声哀嚎起来 果然她堵对了 殊不知这正好触犯了牧师的底线 她最讨厌女人干涉她的决定 所以很快小姐妹就领了喝饭 这也彻底激发了丽兹的血血 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她不要再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于是她一鼓作气 将父亲推倒在地 随后快速拔刀插入 丽兹慌张地压根 来不及注意父亲的死 只想着怎样才能脱身 未能摆脱杀人嫌疑 她穿上小姐妹的衣服后 一把火烧了房间 从此和过去划清界限 丽兹想有一个全新身份 于是她狠心割掉自己的舌头 不过好在有好心人看上了她 并且愿意与她共度余生 对于丽兹来说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 她选择接受 结婚后 丈夫对丽兹确实很好 还生下一个女儿 一家三口生活在偏僻的小镇上 丽兹负责相夫教子 这是她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可命运似乎不愿意放过她 镇上来了一个知名的牧师 丽兹感到有些不安 想要确认些什么 而等她到教堂的时候才发现 那个牧师就是她的父亲 父亲自然是打听到了 丽兹的蛛丝马迹 随后一路追随来到这里 她有些彷徨想要继续逃跑 可回到家时 丈夫死了家没了 唯一的女儿则成了 丽兹的救命稻草 他们一路逃亡 可这次却没有那么轻松了 牧师在身后紧追不舍 慌乱中 丽兹发现父亲其实已经老了 她也有反抗的能力 为了自己的女儿 她鼓起勇气向父亲扔煤油灯 毫不犹豫地扣动班级 父亲终于去世了 她童年的阴影也消散了 女儿的生活也自由了 原本以为这对可怜的梦 终于可以好好生活了 然而 几天后 警察发现了他们 丽兹累了 她不想再跑了 看着远处幸福的女儿 丽兹笑了 是的 她完全自由了 激情的爱情 带点孩子的将是永远的伤害 丽兹一生都在逃亡 最后她终于自由了 却选择了自杀 她可能想要她的女儿 可以不受任何非议 所以决定由自己结束这场闹局